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解答玩具 没有啊 算了 去楼下买菜去吧 这不是字母朋友吗 哇 身上还带着惊喜盲盒呢 所以你们这是要来我家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听说这些英文字母最近可火了 昨天还有粉丝宝宝和我提起呢 不是说有26个字母吗 怎么只来了这几个啊 N D E I R F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F R E N D 这不是friend吗 是要和我交朋友的意思吗 交朋友当然没问题啊 这还带礼物给我了呀 多不好意思啊 东西还挺多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哇 全是积木啊 这颜色应该就是字母本人了吧 看看说明书 这 这还真的是说明书啊 我真的是thank you了呀 算了 不就是拼个字母吗 看好了啊 分分钟搞定 哇 这两个也太像了吧 再来猜字母啊 盲盒背在身后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明书 呃 还是算了吧 哇 绝了啊 这大R和小R真像啊 我觉得字母爱应该简单变了吧 就一根棒子而已啊 说明书就不用看了 直接拼吧 字母爱也完成了 好了 最后还剩三个了 哎 怎么样 削得不错吧 说明书都没有 拼得脑西包死光光啊 给你拼完吧 诶 这两个E怎么颜色不一样啊 你这是带错宝宝了吧 接下来应该是字母N 哇 这个N真的好大一个 不是应该满身肌肉吗 现在根本就是满身肥肉啊 哈哈哈 N 诶 这两个颜色也不一样啊 不过这个小N比大N更像啊 最后还有个D D看起来就像一张饼啊 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啊 拼到现在饭都还没吃饱呢 快给玩不了一点跟小星星吧 小伙伴们 我已经把字母盲盒里的字母 全都拼出来了 而且还能拼成一个单词呢 啊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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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会念的点个红星教教我啊 这套盲盒好看是好看 但是连说明书都没有 想得我脑袋瓜都疼呢 现在已经有六个字母来我家找我了 不知道明天其他字母伙伴会不会来找我啊